精挑细选 帮你找到好故事 名侦探拳头 大家好,我是拳头 本期是拳头说书的三体合集 粗浅地用一句话来概括三体这套书 就是三体人要侵略地球 人类跟他压此刻 故事情节跌宕起伏 扣人心弦 但三体令人着迷的地方 不单单只是因为他有一个好故事 更信任的是 他还拥有发人深思的魔力 故事是由三体人和人类中 两个默默无闻的人引发的 这两个人都改变了自己世界的文明 他们分别是1379号三体人 和地球人叶文杰 故事得先从三体人的基本情况说起 三体人居住在距离地球4.3光年外 和人类是非常近的邻居 他们居住的星球非常坑 因为引力作用 三体星球会被拉来拉去 这会导致这颗星球有时候特别冷 有时候特别热 冷的时候大部分生命会被冻死 热的时候大部分生命会被热死 只有在距离刚刚好的地方 三体文明才能蓬勃发展 还有一种极端的可能 这颗行星 说不定会被三颗太阳的引力撕裂 那这颗星球就玩完了 三体人所面临的问题 便是数学上非常经典的三体问题 小说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 因为三体问题 三体人没有办法对未来进行准确的预测 像咱们人类都习惯了 第二天早上太阳会升起来 但三体人可就没这么好命 第二天太阳能不能升起来 哪个三体人都不知道 三体人一直都生活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 在这种环境下 三体人还进化出了一种脱水的能力 以便在恶劣的环境中休眠 正所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三体人疯狂地发展科技 想找到一颗靠谱的星球 就像地球一样 可以在那里生活 因此三体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天天仔细地监听宇宙里各种型号 不想放过一丝能找到新家园的机会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叶文杰 就是他把三体人引过来的 1947年中国的一对科学家夫妻 生了一个女儿 名叫叶文杰 小日子过得很幸福 但他的父亲在文革期间 由于不愿意说谎认罪 被四个都是中学生的女红卫兵 用武装皮带当众抽打致死 母亲在文革中也疯了 后来叶文杰加入了建设兵团 他亲眼目睹了这些人的疯狂 山林草原都变成了荒漠 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一位记者 白木林 二人成为了知己 后来这位知己想要给中央寄一封信 反映建设兵团不是在建设 而是在毁坏环境 叶文杰看了信后大家赞赏 整封信内容丰富 逻辑缜密令他信服 但这个记者长期干中火 导致手抖的厉害 很难写好字 于是叶文杰就帮知己重新抄了一封信 后来上级追查下来 认为这是反动的行径 于是乎这位知己便出卖了叶文杰 说信都是他写的 自己并不知道信的内容 这一下全部的责任都推给了叶文杰 叶文杰被关进了看守所 在看守所 他拒绝签字陷害他父亲 受到了变本加厉的迫害 这一切的丑恶 让他心中反人类的种子 长成了参篇大树 对人彻底的绝望了 后来叶文杰父亲的学生杨卫宁 得知此事后 通过让他参与活案基地的 红案计划救出了叶文杰 活案计划的主要目的是 寻找外星人以求得科技飞跃 这个计划需要的人才极其苛刻 不过叶文杰的条件正好符合 但加入的代价是 永远留在基地与世隔绝 绝望的叶文杰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几年后 叶文杰和这位父亲的学生 自己的恩人杨卫宁结婚组建了家庭 生了一个女儿 取名叫杨东 工作期间 聪明的叶文杰利用太阳强化天线功率 向太空发出了地球的第一封信 里面包含着地球文明的基本信息 这个信号可是三体人做梦都在找的 收到叶文杰信号了 是个叫1379号的三体人 三体的文明是高度极权的 处于极端的专制中 对个体的尊重几乎不存在 有多不尊重呢 不能工作的人就得死 毕竟在这种星球环境下 极权才能快速发展三体的文明 1379号孤独地生活了大半辈子 1379号所在的监听站 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这里只有他一个人 他每天都在一个小房子里 做着监听宇宙信号 这种无聊重复的底层工作 在三体世界里 这是一个卑微的职业 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没人注意他 更悲催的是 他一辈子什么也没听到 命运总是不期而遇 1379号收到了叶文杰的信号 他看到信息时非常感动 毕竟他等了一辈子 他通过自意解系统 看懂了叶文杰发来的信息 他发现这个遥远的星球 就是自己梦中的天堂 全三体人心中理想的家园 他不想把这一消息通知上级 他知道这意味着地球会被侵略 而且即便三体人成功占领地球 也和他没关系 并且一旦他完成任务 他将很有可能 失去在社会中存在的价值 也就是说 1379的成功 不会改变他孤独而卑微的生活 说不定还会更糟 渐渐的他爱上了这颗遥远的美丽星球 于是他给叶文杰 回复了这么一段信息 不要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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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还有一段信息 大致的内容如下 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我不知道你是谁 在你的信号来源的方向 是有无数颗行星的 无法确定你们的位置 但只要你回复 我们一定会找到你们 一定会侵略地球 这一条信息相当于把三体人千年等一回的机会给放弃了 这条信息一发出去 1379马上就被抓住了 由于1379已经很老了 元首给了他自由 想让他活到地球失去一切希望的那一天 让他的美梦破裂 这招叫杀人诛心 杀人还要诛心 好可怕呀 与此同时 元首下令 处死与此相关的其余六千位三体人 叶文杰收到外星人的回复后 惊讶不已 心跳加速 已经无法冷静思考了他 自己都控制不住自己 他认为人类已经没希望了 所以他想通过三体人这个外力来帮助人类 便回复了 来吧 来帮助我们吧 来侵略我们吧 我来帮你们获得地球 不久后 叶文杰的上级发现了哪里不对 知道了 他是在和外星人联系 当那位上级和自己的丈夫 去悬崖下面检查仪器的时候 叶文杰为了保证秘密不被泄露 冷静淡定的剧断了绳索 导致领导坠崖身亡 捎带着把自己老公也给杀了 后来这个坠崖事件 被当作普通的工作事故给处理了 没人对叶文杰起疑心 剧断绳子的那一刻 叶文杰就已经下定决心了 从今儿起 老娘就要把革命的事业进行到底 三体人那边 1379刚捣乱就被抓了 但叶文杰回复时 却没人知道 他就在这种 没人直接干预的情况下 为全人类也做了个要命的决定 叶文杰这条信息 飞了四年到了三体星球 三体人对着突如其来的幸运 感到无比幸福 毕竟地球离得这么近 于是三体人把所有资源 都用在了造飞船上 之后三体人联系上叶文杰 请他做好接应工作 这一部分就是整个故事的开端 1379和叶文杰这两个无名小族 一个差点让三体人 对生存的机会失之交臂 而另一个给全人类 带来了几百年的噩梦 在以前信息闭塞的时代 没有全世的无名小族 是不可能影响整个世界文明的 但如今这两人聊着天 就把各自星球的文明 翻来覆去改变了两次 这里警示了我们 让外星人知道我们在哪 是一件特别不着调的事情 霍金在之前也说了几乎一样的观点 千万别跟外星人瞎联系 文革过去了 叶文杰终于得以平反 走出了深山 并且可以回到母校任教 由于自力深 叶文杰被选中 去负责发射基地的选址项目 他在西北地区 认识了一个热爱大自然的国外富二代 伊文斯 伊文斯也是后来在地球 接应三体人的真正负责人 他虽然富甲一方 但他依然改变不了 人们对地球环境的破坏 他一样期望着 通过外星人的力量来帮助人类 于是伊文斯和叶文杰 决定携手共创辉煌 两人成为了地球上三体组织的创始人 他们相互表达敬意 伊文斯说出了以后 地球三体组织 接纳新成员时必说的一句话 我们是同志了 多年过后 伊文斯秘密地在一艘巨轮上 创立了第二红岸基地 在巨轮上建立基地 是为了方便移动 便于隐蔽 根据叶文杰提供的信息 伊文斯与三体人建立了通讯 这里的人将叶文杰称之为最高统帅 这个反人类的组织目的很明确 消灭人类暴政 世界属于三体 三体人派出了一种叫质子的东西 来封锁地球的基础科学 质子是一个超级微型机器人 它非常的小 可以被加速到接近光速 只要四年多的时间 它就可以从三体行星达到地球 三体人对微观世界的研究远超人类 质子的制造原理非常晦涩难懂 三体的科学家 先把复合粒子中的质子展开成二维 然后在质子宏大的二维展开面上 搭建集成电路 制造好后 再把它收缩回普通质子的大小 这样这个微观粒子 就变成了超级智能计算机 由于质子的捣乱 国际知名组织科学边界里很多杰出的科学家纷纷自杀 可见三体人把人类科学家逼成什么样 经政府机构邀请 一位五大三粗一脸横肉不修蝙蝠的史墙警察 和一名研究纳米材料的汪淼教授开始调查此事 自杀名单中还包括了叶文杰的女儿杨东 家人发现她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死在了床上 杨东的男友丁怡给汪淼他们看了杨东的遗书 遗书很简短 也没签字 内容如下 物理学从来没有存在过 将来也不会存在 我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 但别无选择 史墙和汪淼这两个人一开始像磁铁的两个正极一样合不来 但在后来的合作中两人产生了感情 正在调查的汪淼 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组消散不去正在倒计时的数字 这组幽灵倒计时可把汪淼折腾惨 当他暂停了工作去探求真相后 倒计时消失了 汪淼通过射电望远镜发现了宇宙辐射背景下的倒计时 他相信一定有某种神奇的力量限制着人类科学 这其实也是质子搞的鬼 他不仅能限制人类的微观研究 还能展开成二位干扰人类的宏观研究 经过深入的调查 汪淼他们发现了一款名叫三体的游戏 这游戏非常真实 其内容都是尽量还原三体人的生活环境 几经波折下 汪淼通关了游戏 收到了参加三体玩家线下聚会的消息 负责人询问各位玩家是否同意三体人降临地球 汪淼假装同意打入了敌人内部 进入组织内部的汪淼 惊讶发现 这个组织的精神领袖正是杨东年迈的母亲叶文杰 不久之后 史强和汪淼离应外合把地球叛军这个组织拿下了 叶文杰被活捉 随后大家便知道了第二红岸基地这艘游轮的存在 面对这帮叛徒 干掉他们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获得他们与三体人的聊天记录 毕竟从聊天记录里也能掌握大量的敌方情报 也能知道对手的要害在哪 人们为了拿到这份聊天记录 费了千辛万苦 首先上船抓是不靠谱人 这帮人都是亡命徒 随时可能跟数据资料同归于尽 也不能对这艘船进行军事打击 万一炸了那就功亏一篑了 在审问中 人们得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这艘船会在某一天经过巴拿马运河 这个运河最窄的地方就150米 使墙想了个法子 在河的两边架起两根高高的杆子 在杆子上拉起了超韧性的纳米级细丝 每隔50厘米拉一根 这些看不见的细丝封闭无比 如果这艘船穿过这个纳米细丝组成的墙 船和人都会像切豆腐一样被切开 船上的任何人都来不及做任何应急措施 当然用来储存各种数据的硬盘也会被切开 不过会被切得很平整 是可以还原的 这次行动被称为古征计划 古征计划非常成功 这艘船像一叠扑克牌一样刷了一下就分开了 变成了千层高 船被切成了50厘米的薄片 伊文斯也被切成了三段 人们在船的废墟里找到了想要的资料 一共有28个G 人们仔细研究了这些资料 得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一个大的坏消息是 质子除了封锁人类的科技发展 它还是个超级监视器 它利用自己的光速移动能力监视所有人 干扰个别科学家的视神经 每一个人类说的每一句话 做的每一件事 三体人都在全程看直播 如此重要的情报 让人类知道任何开会讨论出来的计划 都会被三体人知道 古征计划的成功 其实是三体人为了借人类的手 消灭这帮地球叛军的计划 因为三体人的思想是透明的 他们通过思维直接交流 不会撒谎 当他们得知人类有撒谎这个技能后 非常的恐惧 人们在得知有质子这个东西后 质子就不能再干扰人类的宏观观测了 因为它一旦再展开成二位 就很可能被人类消灭 之前芳妙和一些科学家眼前的幽灵倒计时 就是质子在人世网膜上搞的把戏 第二个情报是 在地球上三体人怕一个人类 而且只怕着一个人 地球叛军曾经多次想要杀死他 提前剧透一下 这个人叫罗吉 这一段故事告诉我们 如果发现组织里有叛徒 最关键的不是先消灭他 而是获取敌方高价值的信息 如果叛徒这个棋子用得好 你会比敌人更有利 后来人们所展开的所有战略 都是基于这两个信息 地球上有个叫质子的机器人在捣乱 和三体人想杀一个叫罗吉的男人 人们紧急召开了国际会议 讨论如何应对危机 此时三体人通过质子 给每个人眼前显示出了相同的文字 你们是虫子 当全世界的人们得知此消息后 开始陷入了绝望 汪淼在得知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和杨东的男友丁怡借酒消愁 两位科学家感叹着人类 在三体人眼里就是虫子 还是即将灭绝的虫子 他们耍着旧方大喊 末日万岁 虫子万岁 质子万岁 史强看到后 为了给他们打气 让他们振作 开车把两人带到了一片麦田 他们注视着麦田 蝗虫在这里漫天飞舞 像沙尘豹一样啃食着庄稼 两人看到这一幕心有所想 人类与蝗虫科技之间的差距 比人类和三体人之间大多了 我们用飞机喷洒各种杀虫剂 培育他们的天敌 无所不用其极地想消灭它们 但它们依然熬行于天地之间 没有被灭绝 把人类看成虫子的三体人 似乎忘记了一个事实 虫子虽然很弱小 但从来没有被真正消灭过 三人沐浴在这生命的暴雨中 感受着地球生命的尊严 汪淼和丁怡把手中拎着的酒 慢慢洒到脚下 他们说 这是净虫子的 三体黑暗森林 书的开篇借用一只鹤椅 在叶文杰女儿杨东的墓碑上爬行 引出了一段往事 上本书的主角叶文杰和新主角罗吉 在叶文杰的女儿杨东墓前见了面 新主角罗吉是杨东的高中同学 很聪明但胸无大志 以前是搞天文学的 由于不好混 现在改行教社会学 叶文杰给出了一条建议 让他把这两个专业结合 做出宇宙社会学 并给出了两条宇宙社会学的功底 第一 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 第二 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 但宇宙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 和两个重要概念 猜疑链和技术爆炸 说完这些 叶文杰便匆匆地离开了 离别时自言自语道 我尽了责任 时光荏苒 多年过后 人类已经知道三体在400年后即将降临 进入了备战状态 准备齐行合力保卫家园 由此开始了 危机纪元 世界上正发生着这几件大事 第一件 规划组建太空军 在这支太空军里 有一位主角张北海 他是军人世家 在外人眼里 他坚信人类必胜 受到组织高度重视 后来太空军选出了一批信仰坚定的军人冬眠 去增援末日之战 其中就包括他 第二件 全球技术公有化 联合国逐渐成为世界政府 国家的边界开始模糊 地球上出现了逃亡主义 他们认为地球科技已被锁死 走出太阳系 寻找新家园 才能延续下去 但毕竟资源有限 大多数人要留在地球上 不久之后 人人平等的口号 响彻地球 联合国一致决定 要死一起死 坚决反对逃亡主义 一时间 保卫家园 绝不逃离 成为了世界的主旋律 以及政治正确 画面一转 罗吉这位花花公子 和一位女伴刚从宾馆出来 突然一辆急驰的车 岸岛的罗吉侥幸逃过一劫 但女伴却被当场撞死 罗吉以为这是意外 她不知道这是三体人 给地球叛军下达的暗杀命令 不明真相的罗吉 被警务人员带进一个 地下十层的小房子里 在这 他与上本书的史强相识了 随后 罗吉被大批武装部队 护送上了飞机 在多架尖机机的护航 以及数名保镖的护送下 罗吉安全抵达了联合国会场 这突如其来的大场面 或在谁身上都得蒙圈 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宣布了 面壁者计划 面壁计划是基于这两个 主要情报而产生的 一 地球在三体人内已经完全透明了 任何交流 会议都变成了现场直播 二 三体人的弱点在于不懂说谎 在他们的世界里 没有阴谋 暗算这些词 面壁计划的核心在于 选出四个战略计划的制定者和领导者 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思维 制定计划 不与外界交流 计划真正的目的和意图都藏于他们的大脑 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应该是欺骗敌人 这四人被称之为面壁人 面壁人拥有最高权力去调集地球资源 简而言之就是 在世界上选出四个有能力的大骗子 去骗三体人 秘书长公布了面壁者名单 第一位面壁者是刚刚卸任的美国国防部部长 泰勒 第二位是委内瑞拉现任总统雷蒂亚兹 第三位是世界知名脑科学家西恩斯 第四位是罗吉 罗吉听到自己的名字后 差点晕过去 各国领导人和世界知名人物 齐刷刷地盯着他 罗吉被搀扶到了主席台上 大脑一片空白的罗吉 在散会后才回过神 他认为这是搞错了 不断地向所有人拒绝自己的面壁人身份 而所有人都以为 他已经开始演戏了 当他一人冲出大会后 又遭到了暗杀 被狙击手一枪撂倒 好在他一路上都穿着防弹衣 这之后 罗吉一直被保护着 慢慢的罗吉也想通了 既然自己没法辞职 不如利用特权 好好享受人生 正当其他面壁者 弹精竭律 绞尽脑汁 准备大干一场时 罗吉的要求 在联合国眼里非常的奇特 他先要了个衣衫傍水 被自然拥抱了山庄 去那开始享受奢华文雅的贵族生活 随后 他只要说一句 这是面壁者计划的一部分 他所有花花公子的欲望 都会被满足 而事实上 那些世界领导人觉得 罗吉干得很好 不仅让人琢磨不透 还比其他三位花钱少 三体人通过质子 从残余的地球叛军中 选中了三个人 去破解面壁人的计划 这三位被称之为 破壁人 罗吉没有破壁人 因为三体人知道 只要罗吉 他自己想不明白 他就是自己的破壁人 其他的三位面壁者 有的在研究核弹 有的在研究军队 有的在研究脑科学 而罗吉在干嘛呢 他在泡妞 他把史强找来 让史强去按照自己的描述 找到他梦中的女神 史强很快找到了这个人 他的名字叫庄严 是中央美院 国画系刚毕业的大学生 史强很简单 就把他忽悠来了 他对庄严说 世界需要你 面壁者需要你 当罗吉 看见自己梦中的女神 活生生地站在面前时 整个人都傻 他对庄严说 你的工作就是 使自己快乐 成为世界上最幸福 最快乐的女孩 这是面壁计划的一部分 不久后 罗吉带着庄严 去了他最想去的卢浮宫 在蒙娜丽莎的微笑面前 两人坠入爱河 这位纯洁的小女生 成为了罗吉的妻子 从此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史强在之前抓捕地球叛军的行动中 受到辐射影响 身患白血壁 现代的医疗手段无能为力 在完成罗吉交代的这个任务后 他进入了冬眠 希望未来的医疗水平能救他一命 五年后 第一个被破壁的面壁人 是前美国国防部部长泰勒 破壁人以粉丝的身份进入他的家中 揭穿了他的目的 说道 你表面上是想建立一支太空神风赶死队 跟三体人死磕 其实 你的这批部队会装备一种叫球状闪电的武器 被他打死的人会变成幽灵泰 在开战前夕 你会让他们去偷袭地球军队 把自己人打成量子泰的幽灵部队 让他们去死磕三体人 在破壁人揭穿泰勒的计谋后 来了一具神捕刀 即便您成功了 主也不在乎 破壁人将自己的成果发到网上 随后舆论哗然 大家接受不了泰勒杀死自己人的计划 失落的泰勒 引弹自尽 从此 人们开始对面壁者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罗吉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世界政府秘密地将他的妻子和孩子冬眠送到未来 强迫罗吉做点什么 毕竟他是三体人唯一要暗杀的人类 苦思冥想的罗吉 走在已经被冻结的湖面上 哗啦一声 冰面裂开 罗吉掉入了湖里 在漆黑冰冷的湖水里 他终于明白 当初叶文杰对他说的那番话是什么意思了 好在罗吉身体素质还行 不然差点就被淹死 悟出真相的罗吉 赶紧动用自己的特权 把他护送到一个极其安全的地下室 在这里 罗吉通过自己的权力 向宇宙发射了一个恒星坐标 这件事被后人戏称为 罗吉的咒语 由于咒语很久后才能生效 所以罗吉告诉医务人员 等那颗恒星爆炸后再唤醒他 但很快他就再一次遭到了暗杀 这一次使用的是基因武器 针对目标进行病毒感染 现在的医疗手段对他毫无抵抗能力 罗吉被医疗人员强行冬眠 希望在未来能有医疗手段治疗他 八年后 面壁者雷迪亚兹和西恩斯 从冬眠中被唤醒 他们被告知 技术已经成熟到他们的预期了 脑科学家西恩斯 得到超级计算机 不久之后 他和妻子造出了思想刚硬 思想刚硬可以在人脑中输入任何信息 并让这个人坚信不疑 比如在受印者脑中输入水是有毒的 渐渐的他就再也不敢喝水了 这台机器的主要用途在于 给人类太空军的思维 打上人类必胜的信念 核弹狂人雷迪亚兹 得到了3.5亿吨的恒星型氢弹 紧随气候的是 他的破壁人出现了 破壁人说道 你想造100万颗恒星氢弹放在水星上 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防御地球 而是为了引爆水星 把水星推进太阳里 从而让地球 火星 金星脱离轨道 坠入太阳 与抵达的三体人同归于尽 毁灭三体人想得到的东西 这位破壁人在最后 同样来了一具神谱道 你的计划 主不在乎 因为以地球的资源根本造不出 100万颗恒星型氢弹 即便造出来了 也远远不够把水星炸到脱离轨道 破壁人先前也把资料传到了网上 舆论再次哗然 大家接受不了这种疯狂的举动 在之后的听证会上 雷迪亚兹的面壁者身份被终止 在准备抓捕雷迪亚兹时 他撒谎说 自己的手环上是摇篮系统 只要自己有生命危险 手环上的信号就会中断 从而引爆纽约市的氢弹 如果纽约市的氢弹被触碰 也会爆炸 雷迪亚兹成功逃脱 在回国的路上 大家才知道 这个摇篮系统 不过是他为了脱身的幌子 回国后 这位以往被国民认为是大英雄的前总统 并没有迎来鲜花和掌声 而是无数的石头 雷迪亚兹当场被无数的石头砸死 185年后 罗吉从冬眠中被叫醒 他发现周围的人充满自信 在这个时代 人们的基因渐渐进化 到处都是帅哥美女 人类掌握了两个技术 可控和巨变 这项技术的出现 彻底解决了人类的能源问题 石油能源被淘汰了 在这个时代 已经没有省电省水的概念了 所有的电器都不再使用电池 另一项是基因改造技术 彻底解决了粮食问题 现在人们造出了2000艘太空战舰 飞船能达到光速的15% 比三体人的飞船快多了 面壁计划很早就被废止了 罗吉当年向太空发送的咒语 被当成了笑话 为了准备与三体人作战 人们在1000米以下建立了城市 大多数人生活在地下 少部分人生活在地面上 主流语言变成了英语与汉语的杂柔语言 希望三体人占领地球的叛军组织 早在一个世纪前就被消灭了 之前人类经历的大低谷 那时候世界格局异常紧张 人人都处在备战状态 低落的情绪下 人们自暴自弃 经济开始大滑坡 环境开始恶化 全世界都发生了饥荒 人吃人成了常态 人口急剧下降 后来越来越多人逐渐想明白 既然灾难一定要来临 痛苦的一天也是一天 开心的一天也是一天 于是他们站出来引导大家 振臂高呼 给岁月以文明 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后来人类的复兴运动兴起 文明加速进步 罗吉从冬眠中恢复了不少后 参加了最后一次面壁者远程听证会 在会上 他看到了已经苏醒的西恩斯和他的妻子助手 听证会向他们宣布了 面壁者计划被终止 所有面壁者恢复普通人的身份 西恩斯的妻子在大会上对丈夫说道 我是你的破壁人 你所制造的思想刚硬 给每个人打伤的思想前面都加了富豪 也就是说这些人 坚信的是人类必败 你想培养出一批逃亡主义者逃出地球 会上的人无不惊讶 太空军开始调查这批被打上人类必败信仰的刚硬组 散会后不久 这位面壁者的妻子就切伏自尽了 而面壁者心思并没有得到任何制裁 会后 罗吉碰上了老朋友史强 没多久 罗吉就再次遭到了暗杀 第一次差点被无人汽车撞死 第二次差点坠落身亡 第三次差点被机器人服务员捅死 第四次差点被毒死 第五次差点被智能沙发勒死 这次暗杀他的是叫做Qler的电脑病毒 好在一项警觉敏锐的史强在他身边救了他 随后他们为了躲避电脑追杀 离开了地下城市去了地表 另一边的太空军 增援未来的指挥官们被唤醒 由于刚硬组隐藏得很深 所以这批被唤醒的军官被任命为执行舰长 其中就包括张北海 张北海登上了自然选择号 舰长是一位漂亮的女生 名叫东方延旭 他给了张北海一把手枪 说如果发现我有失败主义的想法 可用他杀了我 接过指挥权的张北海 立刻做出了让所有人都意料不到的举动 他通过各种指令 劫持自然选择号上的2000名船员 跑路了 其实他一直都是一名伪装很好的失败主义者 他坚信人类必败 舰队司令部里的司令们都懵了 这是什么状况 司令官们反映了半天才回过神来 派出追击舰队 另一边 世界政府开始商讨 如何安置即将被人类打败的三体人 与此同时 人类观测到 三体舰队派出的一个小型探测器 已经进入了太阳系 国际舰队决定 派出全部 2015艘恒星级战舰 拦截三体探测器 以显示地球的雄威 此时地球上所有的媒体 都在直播这一盛况 几乎所有人都激动的守在屏幕前 有的发出兴奋的尖叫 有的感动的嚎啕大哭 无人不为自己的文明而自豪 各地开始了激怜不断的狂欢 舰队紧密地排成 100x20的长方形矩阵 一起去迎接 83岁的丁尼已经是这个时代最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了 他被选中作为第一个接触三体的小型探测器 先头飞船捕获了这枚探测器 这枚探测器外表像极了一滴水 它的表面光滑无比如同明镜 于是人们给了他一个称呼 水滴 谨慎的丁尼在接触水滴前 令他所在的量子号飞船 随时准备以最高速度跑路 同时临近的青铜时代号也进入了准备状态 水滴被成功捕获 这一画面传到了地球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欢呼雀跃 热泪盈眶 丁尼博士上前仔细观看 他发现水滴的表面极其光滑 当他用显微镜看水滴表面时 他吓坏 无论是放大一百倍 还是一千倍 一万倍 一百万倍 一千万倍 水滴的表面还是光滑无比 像镜面一样 这意味着该物体密度极其的大 无比的坚硬 它可以轻易的横穿地球 且不会有丝毫损伤 就像子弹穿过奶酪 人们现在所能造出最光滑的东西 放大个几百倍 就可以看到粗糙的像重重山峰的纹粒 惊讶无比的丁尼博士 缓缓回过神来 自言自语道 毁灭你 与你何干 随后 丁尼大喊一声 傻孩子们快逃啊 但一切都太晚 水滴干扰了信号 随后 尾巴开始出现蓝色的光环 不断加速 捕获他的飞船瞬间气化 随后 他以全速精准地撞向第一排第一列第一艘战舰的燃料舱 由于这些战舰用的都是核聚变燃料 燃料舱一炸就直接玩完 可见 三体人对人类战舰的弱点了如指掌 他像石子划过空气一样穿过一艘又一艘的战舰 整整齐齐的战舰像鞭炮一样 在太空中不断插开了花 水滴仅仅用了1分28秒 就贯穿了第一队列的100艘战舰 由于水滴太小 人们的雷达根本监测不到 后排的舰队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看见这眼前的烟火表演 水滴此时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锐角急转 丝毫没有减速地撞向第二队列的飞船 后来科学家们看到这段录像都傻了 水滴的攻击方式非常的原始 就是用头撞 当第三排战舰也炸完后 舰队开始散开准备逃跑 虽然他们不知道怎么了 但这样炸下去不得不跑 在散开的过程中 虽然有战舰发现了水滴并进行反击 但炮弹打到水滴上丝毫没有反应 只是让它稍微减速了一下 水滴就像一枚死神的绣花针 以最短的路程来回穿梭在战舰之间 整场战斗只有50分钟 人类所有的骄傲与荣光 就为一枚小小的探测器轻刻覆灭 消灭你 与你何干 这个故事可以看出 两个科技间存在巨大差距的文明 是不可能打得有来有往 这场战斗只有两艘战舰逃离的战场 它们分别是青铜时代号和量子号 与它们不同方向正在逃亡的自然选择号 以及追击它的四艘战舰 蓝色空间号 企业号 深空号 终极规律号 也幸存了下来 张北海成为了这五艘战舰公认的英雄 如果它也是面壁者的话 它会是一名成功的面壁者 这五艘战舰开始前往寻找新家园 但他们发现 最近的太阳系 以现在的速度航行也要2000年 五艘战舰的燃料配件补给 只够一艘飞船达到目的地 所有人都渐渐明白这个残酷的事实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五艘战舰开始了彼此间的相互猜疑 都担心对方会首先发动攻击 终于张北海下定决心要使用刺声波轻弹 首先发动攻击 这种攻击不会对船体造成伤害 只会消灭船内所有的生命 但就当他要按下发射键时 自然选择号首先遭遇了刺声波轻弹的袭击 在听到预警袭击的警报时 张北海放弃了发射 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没关系 都一样 瞬间 自然选择号全体船员 在刺声波轻弹的袭击下 集体阵亡 发起手工的是终极规律号 他向其他的战舰也发出了刺声波轻弹 但终极规律号并没有成为幸存儿 早就准备好的蓝色空间号 抽干了船内的空气 没有空气 自身波轻弹就不会有任何作用 蓝色空间号随即反击 用全部武器击火终极规律号 终极规律号被彻底摧毁 随后蓝色空间号开始打扫战场 他们拿走了所有能带的东西 飞向了远方 他们承载着人类的全部思想和记忆 怀抱着地球所有的荣光与梦想 默默地消失在永恒的夜色中 再来看看地球这边 正所谓物极必法 乐极生悲 之前还手舞足蹈欢呼庆祝的人们 当亲眼看到战舰像鞭炮一样炸煤时 瞬间全部崩溃 地球人开始陷入了绝望 自杀的人络绎不绝 绝大多数人通过肆无忌惮的纵欲来麻痹自己 绝望充斥着这个世界 水滴飞向了太阳 并不断向太阳发出强烈的干扰信号 从此人类再也无法通过太阳作为放大天线 向宇宙发出任何信号 罗奇这边 当他和史强从外面回到家时 发现成千上万的人在等他 人们都把他放为救世主 全部跪在了罗奇面前 他们说 主啊救救我们吧 原来罗奇之前发出的咒语生效了 那颗指定的恒星被一颗光丽穿过 爆炸了 现在所有人都相信罗奇是某种神 罗奇被恢复了面壁者身份 成为了地球上唯一的面壁者 同时也成为了人类唯一的信仰 现在无论他说什么 人们都会照办 罗奇立刻提了两条要求 第一所有城市恢复秩序 第二所有人都回家吧 让我静静 人群散去后 罗奇给惊讶不已的史强 解释了为什么咒语会生效 他提出了黑暗森林法则 首先 宇宙的总质量是恒定的 但宇宙中有无数的外星生命 都在以指数增长 所以宇宙是一个生死局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在这种严格的竞争下 一方的收益 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 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 也就是说自己文明的未来 就是建立在他人文明的痛苦之上 只有损人利己才能活下去 其结果就是一方吃掉另一方 所以每个文明都必须为了生存而战 再弱小的文明都可能技术爆炸 从人类的文明来看 我们从猿猴到现在 从宇宙的尺度 就是一瞬间的事 这就导致文明彼此之间 随着时间推移 会不断出现猜疑 大家脑子里都在想 他会不会来干掉我 抢我资源 这种不断形成的猜疑链 停止的方法只有一方死了才会结束 所以为了避免其他文明技术爆炸 在以后跟自己争夺资源 最安全的方法 就是发现一个文明后 能消灭的就直接消灭 打不过的就绕着走 逻辑把宇宙比喻成一座黑暗森林 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 像幽灵一般潜行在林间 每个猎人都必须小心 因为他们只要暴露自己的位置 就会被其他文明干掉 毕竟只是保证自己安全最好的手段 我相信玩过吃鸡的人都明白这种感受 想要活下去就得干掉其他人 逻辑之前的咒语 就像是在森林中的某棵树上做了标记 那么其他的猎手 最安全的行为就是悄悄摧毁掉那片区域 毕竟对于高级文明来说 攻击是最节省成本 但现在逻辑再也发不出去咒语了 因为水滴封锁了太阳信号 其实早在幸存舰队之间的黑暗战役传回地球后 逻辑就已经确信 黑暗森林法则是没有问题的 罗吉只让史强明白了真相 并让他保密 他现在无计可视 渐渐的罗吉开始借酒消愁闭门不出 像个流浪汉一样在街上游荡 后来政府机构强迫罗吉随便干点什么 以增加人民的信仰 给了罗吉雪地项目 这个项目是通过恒星氢弹和海王星的油膜物质 制造太空尘埃 以便在其余九个水滴到达地球前 可以提前观测到 这个计划显然就是没事找事 毕竟观测的唯一作用便是 知道其余水滴什么时候到地球 罗吉无奈之下开始负责这个项目 随着工作的进展 罗吉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了雪地工程 把这当成一种逃避手段 但他越投入人们就越失望 大家逐渐看清 罗吉的行为是在逃避 这是一个希望和失望来的一样快的时代 公众对罗吉失去了信心 很多人都开始怀疑 罗吉的咒语不过是一次巧合 罗吉从人们心目中的神 变成了普通人 又变成了大骗子 他面壁者的实际权利也没有了 学地工程也不得不停止 在一个秋雨连绵的下午 罗吉被逐出自己生活多年的小区 他穿着很脏的外套 拿着铁锹 走到了最初和叶文杰对话的那片墓地 他在叶文杰墓旁开始给自己掘墓 最后精疲力尽的他 躺进坑中 挥想起自己的一生 他知道是时候了 他虚弱地拿起手枪 对着空气高喊 我要和三体人对话 随后露出了手腕上的手表 他说这是一个监测我生命体征的摇篮系统 只要我死了 学地工程上的3614颗氢弹就会爆炸 由此形成无比巨大的油膜 将会通过太阳反射出三张简单的图案 这三张图就是三体星球的坐标 宇宙中其他的文明将会知道你们的存在 他说 30秒后我将对自己的心脏开枪 虽然我知道三体星球暴露后 地球也会随之暴露 但我只能这样做 短短几秒 一只无处不在的质子 在罗吉面前展开成三个很大的球 上面写着 助手 三体人通过质子又说 你把枪放下 咱们好好谈谈 随后罗吉提出了几个条件 三体人都照办 第一 水滴飞离太阳系 第二 三体飞船离开来太阳系的轨道 罗吉胜利了 他完成了面壁者的使命 他虚弱地差点晕过去 质子不断地关心罗吉的身体状况 生怕摇篮系统终止 摇篮系统是非常严谨的 如果水滴试图去碰住雪地工程上的氢弹 也会引发爆炸 他很幸运 如果不是三体人因为猜疑 消灭了人类叛军 罗吉早就死了 五年后 罗吉和他的妻女 来到了三体人帮地球人建造的 引力波天线附近玩耍 这种天线不需要通过太阳 直接就可以向宇宙发出信号 正在玩耍的一家人 突然看见质子在他们面前展开 与他对话的 是当年警告人类不要回复的监听员 1379 他与罗吉相互表达敬意 临近晚霞 1379说 太阳快落下去了 你们的孩子居然不害怕 罗吉回答道 当然不害怕 他知道 明天的太阳还会升起来 从叶文杰和罗吉开头的对话 可以看出 这个把人类坑死的女人 在那时 貌似开始有了愧疚 社会中一时兴起的逃亡主义 由于只有少部分人可以逃走 所以被大部分人禁止了 在此时 人人向往的公平 反而成为了人类生存的障碍 在质子的监视下 人类变得毫无隐私 人们为了欺骗三体人 制定了面壁者计划 选出四位大骗子 作为面壁者 去骗三体人 其中三位面壁者 都是世界知名人物 看似志在必得 信心满满 但都被一一击败 而罗吉 却成为了真正的救世主 人类从绝望的大低谷时代觉醒 进入了信心满满的新时代 却又在末日之战中 再次陷入绝望 这里好像是在说 人总是好了伤疤 忘了它 从幸存的那几艘飞船之间的战斗 再到宇宙的黑暗森林法则 可以看出 竞争是残酷的 宇宙是一个生死局 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从逃亡主义 到泰勒和雷迪亚兹 要以杀死自己人为代价 去威慑三体人 再到罗吉 怕公众知道黑暗森林法则后 大家反对自己的计划 所以不敢公布 这些或许想告诉我们 大多数人都是自私的 整个故事 无论是叶文杰的悔悟 还是罗吉的成长 又或者是人类从痛苦中的反省 这些都仿佛在告诉我们 痛苦是成长的催化剂 三体死神永生 上 这个故事 要从一个叫云天明的人开始说起 在以前的危机机缘四年 那个时候的人们 心情很复杂 外星人四百年后 会来侵略地球的这个消息 在那会儿可是一个 既新鲜又可怕 又劲爆的消息 各个媒体铺天盖地的都在报道这件事 不过 在云天明眼里 什么三体人四百年后会侵略地球 那都不是事 因为以他的病情 明年的事都不用他操心了 他的身边没有几个亲戚 其中他的姐姐还总想让他早点安乐死 那时候治疗绝症就是个花钱的无底洞 对于脱家带口还没买房子的姐姐来说 弟弟云天明早点死 他还能从父亲拿到不少遗产 云天明也很识趣 也不想受罪 想着那就准备准备 这两天安乐死吧 就在他思考安乐死这件事的时候 云天明的大学同学胡文 带着创业成功的喜悦前来找他 胡文的公司主要是卖饮料的 胡文能来找云天明 并不是他们之间关系有多好 而是胡文卖饮料能成功 是因为云天明的一个点子 这个点子来自于云天明 对饮料独特的爱好 这个爱好就是在矿泉水里塞野草河 胡文当场给了云天明三百万 这笔钱对云天明来说真是可有可恶 云天明本想拒绝 但胡文非常坚持 无奈之下 云天明才收下了这笔巨款 没多久 云天明还是决定安乐死 他的病已经重到巫府 享受这三百万了 这笔巨款 他并不打算留给姐姐 毕竟云天明已经如姐姐所愿 赶紧去阎王呢 报到了 此时 他突然灵光一闪 云天明决定 用这笔钱 给他大学里暗恋的诚心 送一颗星星 一颗真正的星星 那去哪买一颗星星呢 这时联合国展开了一项群星计划 主要的目的是骗钱 当然对外叫筹款 他们拍卖太阳系外的部分恒星私有权 如果买到了会怎么样呢 你会得到一张纸 上面标明你的合法私有权 晚上的时候 你可以望着这颗星星 心里暗说 哈哈 这颗星星是我的了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什么用了 如果你想去那里 不好意思 不可能 最近的恒星都有100多光年的距离 所以这个计划开始时就结束了 总共也没卖出去多少颗 不过嘛 有没有用 对于云天明现在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他从胡文呢 要到了成心的个人资料 花了300万 匿名买了一颗恒星 送给了成心 不禁感叹 云天明真是个浪漫的人呐 第二天 云天明开始接受安乐死 正当他要按下最后的确认按钮时 成心带着人突然出现 阻止了云天明 在这一刻 成心对他说出的第一句话 非常出乎意料 天明 你知道吗 安乐死法是为你通过的 这话从何说起 这就要先说一下阶梯计划 当时成心在情报局工作 局长叫韦德 是一位雷厉风行的关键人物 他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口号 前进 前进 不择手段的前进 韦德 想发射一枚速度达到1%光速的探测器 去获得三体舰队的情报 在这时 造一枚1%光速的探测器 是不大现实的 但成心提出了一个设想 造出一枚只有辐射帆的小型探测器 并在辐射帆的航行轨道上 不止核弹 每一次核弹爆炸 都会使飞船加速 这个过程很像在攀登阶梯 该计划被命名为 阶梯计划 这个计划的负责人 正是成心 这枚探测器必须非常的轻 由于技术的限制 导致探测器小到只能放入一个被激动的人脑 GT计划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大家只能选择相信 三体人有能力把一颗人脑还原成一个人 并且他们愿意去这么做 这种行为无疑于赌博 且失败率很高 但只要成功 只要一个人能进入三体舰队的内部 就会引起无限的可能性 成心在执行这一计划时 得知有人匿名送给了自己一颗星星 这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惊奇 此刻的他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幸福感 GT计划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但用谁的大脑成了问题 在社会道德的压力下 这个人只能从身患绝症 并且愿意安乐死的人中选 而且这个人的资料够 也愿意这么做 成心在一次和同学的聊天中 得知以前的同学云天明身患绝症 早已时日无多 成心没有多想 便把他纳入了人选之中 随后便有了成心 阻止云天明安乐死的那一幕 云天明得知着来龙去脉后 接受了女神的请求 加入了GT计划 当云天明的大脑被取出后 成心才得知 那颗星星正是云天明送的 此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 因为等待云天明的 可能是无尽的噩梦 假如三体人真的捕获了这颗大脑 反复虐待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GT计划开始了 但百密终有一书 探测器偏离了航线 飞向了无尽的深空 情报局的领导们选中成心冬眠 到未来继续跟进阶梯计划 希望能有奇迹发生 罗吉利用黑暗森林法则 拯救了地球后 人们从此进入了 威慑纪元 三体人在这个年代 看似跟人类是 你好我好大家好 人们感觉三体人解除了 对地球的科技封锁 并细致入围不厌其烦的传授科学 有时自己还被三体人嫌弃学得慢 被推着快点学 人们觉得自己一下子获得了 被压抑几个世纪的知识 三体人还帮助人类 建造了引力波天线和引力波飞船 万有引力号 来帮助人类利用这些工具 威慑自己 人们需要建造引力波发射装置 是因为用引力波向宇宙发送信息 比人类之前用的任何手段都靠谱有效 当初人类舰队被水利团灭 在战场上 只有量子号和青铜时代号 这两艘战舰成功逃离 由于资源有限 青铜时代号突袭了量子号 带着量子号的物资飞往了另一边 经过漫长的一段时间 青铜时代号返航了 现在飞船上的人已经可以用肉眼看到地球了 他们激动地喊着 回家了 回家了 他们幻想着回到地球上安逸的生活 和被人崇拜的感觉 之前他们收到了一条消息 被告知人类对三体世界的威慑已经成功建立 让他们尽快返航 一开始没人信 后来质子在青铜时代号上展开 并建立了通信 这是青铜时代号上的人才信 并且他们得知自己已经成为了人们的英雄 全世界的人都在盼着他们回归 青铜时代号回到太空港后 战舰上的人看到人山人海都在为他们忘情的欢呼着 当所有人都离舰后突然一片寂静 迎接他们的人当中有一位上校开口说了一番话 大致内容如下 你们已经被开除了军级 你们带来的耻辱永远无法被磨灭 你们的亲人不想见到你们 他们以你们为耻 他们恨你们 你们将被移交给司法系统 说完后 大批武装部队出现 逮捕了他们 罪名是一级谋杀和反人类罪 在审判中大家才知道 在当时没有退路的太空里 青铜时代号的人们建立了集权社会 为了集体生存 几乎每个人都放弃了自我成为了集体的一部分 青铜时代号准备对另一艘战舰发起进攻时 曾有一次投票 舰上94%的人赞成攻击 当用刺身波氢弹解决了量子号后 人们把上面的尸体全部补充进了食品库存 成了船员的食物 最后审判的结果是 138人无罪 6名高级军官终身监禁 其余的人均被判刑 刑期从20年至300年不等 在他们进监狱前 有几位青铜时代号上的军官 被宪兵押送的最后一次进入了他们的战舰 进行一些交接工作 其中有一位被押送的军官叫史奈德 他在交接完成时 突然进入另一间操作室 快速调出一个通信界面 他说道 青铜时代呼叫蓝色空间 青铜时代呼叫蓝色空间 就在此刻一束激光穿过他的胸膛 他用尽最后的声明喊出一句话 不要返航 这里不是假 本来蓝色空间号还在犹豫中 当收到这个警报时 他立刻全功率加速 能飞多远飞多远 不久后 万有引力号飞船 开始追击逃跑的蓝色空间号 为什么要追呢 因为当人类得知黑暗森林法则后 特别害怕被其他外星文明发现 所以追击蓝色空间号并将其摧毁 成为了万有引力号当前的首要任务 三体人派出了两颗水滴 去协助万有引力号 人类文明 从三体人学到了越来越多的东西 而三体人也从人类除以灿的文化中 学到了不少 当人们知道三体人喜欢地球文化时 一开始是不相信的 后来三体人给人们看了很多 自己模仿人类文化的艺术作品 包括电影小说绘画等 这些艺术作品都是用人类作为角色 环境也都是地球上的 这时人们才相信了 人们用AI和仿生技术 帮质子造了一个身体 质子成为了有躯体的机器人 摇身一变 成为了一位美丽庄重的日本女人 威慑纪元61年 成心从冬眠中被唤醒 但并不是因为阶梯计划 而是因为云天明送给他的星星 这颗恒星被发现周围还有两颗行星 其中一颗与地球十分相似 发现这些的是一名叫 爱AA的女博士 一位像鸟儿一样清零的女孩子 她后来成为了成心的好友和得力助手 由于现在人们已经具备了星际远航的能力 所以这个消息一出 这颗恒星的价格马上开始飞升 联合国唤醒成心 就是为了买下这颗星星 成心因为这个星星开始小有名气了 刚来到新世界的成心 自然是很不适应 就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 看啥都新鲜 在这个和平盛世的年代 男性们都趋于女性化 到处都是精致的女装大佬 成心一开始走在大街上 还以为男人都灭绝了呢 她不禁感叹 这个时代太温柔了 一天 成心接到AA的邀请去一个地方 成心到了后并没有找到AA 等待她的是之前自己的上司 韦德冷静地向成心连开两枪 韦德告诉她 我与你并没有私人恩怨 只是我需要成为执剑人 而你会阻止我 我必须不择手段的前进 这反派啊 总是倒霉在话多 AA和警察及时赶到 击断了韦德的手臂 救了差点死掉的成心 还好AA及时发现了 有人伪造他的声音跟成心通话 不然成心死定了 韦德说的执剑人是什么 跟成心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亚洲 北美和欧洲 分布着三个引力波天线 还有一个在太空中的引力波天线 就是外游引力号 执剑人掌握着启动引力波天线 向宇宙发射三体恒星坐标信号的权利 只要三体人不老实 信号就会发出 不久后 三体世界和人类世界 都会遭到黑暗森林打击 此时 三体和人类这两个世界的文明 都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 这个人就是罗吉 此时的罗吉是第一任执剑人 在这个温柔的年代 人们惧怕危险的执剑人 渐渐的温柔的人们 希望执剑人也是温柔的 于是民心所向 大家选择了成心 作为下一任执剑人 这个时代医疗技术已经很先进了 成心恢复得很快 不久后 成心见到了已是百岁老人的罗吉 此时的他已经白发苍苍 十分稳重且坚定 从前的那个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消失了 他的妻子和孩子早已离开了他 罗吉在他人眼里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恶魔 执剑人的交接仪式开始了 罗吉把控制引力波发射按钮的权杖交给了成心 罗吉退休了 他完成了使命 而成心万万没想到 他这个执剑人只当了15分钟 就在交接完后 潜伏在太阳系的六颗水滴 突然发动攻击 成心听着警报声不知所措 内心纠结的成心 决定扔掉手中的发射控制器 顷刻间地球上三个引力波发射天线 全部被水地撞毁 地球从此丧失了黑暗森林威慑能力 三体人一直隐藏着一项本领 没有交给人类 那就是制造光速飞船的技术 三体人现在已经造出了光速飞船 四年后 新的三体舰队即将抵达地球 三体人打破了两个文明间脆弱的平衡 至此给人们一年期限 全部移民到澳大利亚 如有不从者 格杀勿论 三体人不想灭绝人类完全是出于对地球文化的热爱和敬意 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温柔乡里 不肯离去 等待奇迹的发生 质子一看 哦 原来你们把我说的话当耳旁风啊 好 稍等 没过多久 水滴开始在大城市里乱撞 高楼大厦逐个崩塌 一天内死了30多万人 人们无奈之下 开始往澳大利亚迁徙 一年后 澳大利亚聚集了41亿6千万人 质子和水滴不可能管理这么多人 于是他们开始招募地球治安军 三体人给的待遇非常丰厚 既可以获得自由 又可以获得权力 一时间10亿人争相报名 最后有500万人通过 成为了治安军 这帮治安军开始还很收敛 但后来随着澳大利亚的人越来越多 这帮人渐渐变成了魔鬼 随着移民期限的到来 治安军开始大量屠杀 没有移民进澳大利亚的人 很多人组成了抵抗三体人的组织 这帮抵抗军的精神领袖正是逻辑 但他们并打不到三体人 因为三体人这会儿还没到呢 他们只能打打身为治安军的人类 当移民结束后 质子切断了所有对澳大利亚的供给 其中包括食物 电力等生活必需品 质子的大意就是告诉澳大利亚的人们 你们呀 现在开始人吃人吧 等人口将到3000万到5000万后 我们再罚放供给 成心和他的好友A 也移民到了澳大利亚 他没被失望的人们打死 得多亏A和质子的关照 质子本来想带成心离开澳大利亚 但被成心拒绝了 他把这个机会给了A 成心当然知道 自己可能会在这被人吃掉 但心灰意冷的他 早就不在意了 另一边 正在追击蓝色空间号的万有引力号 三体人以为 他们已经被跟随的水滴解决掉了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蓝色空间号进入了一个四维碎块 在这个空间里 看三维世界的物体 就像看到了细节丰富的展开图 如果我在四维空间里 拿走三维空间里一个人的心脏 这个被拿走心脏的人 不会有丝毫外伤 简直就是隔空取物 水滴虽然外表坚不可摧 但内部却很脆弱 人们通过四维空间 破坏了水滴的内部 随后 蓝色空间号通过四维空间 进入了万有引力号 并控制了这艘飞船 不久后 蓝色空间号 吸收了万有引力号上的 200多位船员 经过集体商议 他们认为 三体人应该已经占顶了地球 打破了和平协议 最终大家决定 通过万有引力号 向宇宙发出三体恒星的坐标 进行打击报复 这两艘飞船 旅行完了对人类最后的责任 便继续向星海深处飘去 万有引力号 向宇宙发出三体的恒星坐标后 三体世界的恒星 马上就被一颗光丽穿过 被彻底毁灭了 从此 人们进入了广播纪远 大移民完成后第六天 三体恒星被摧毁了 三体人彻底放弃了占领地球 因为他们知道 由于两个文明间 常年累月的通讯 三体世界被打击后 太阳系被毁灭 也只是时间问题 质子放弃了移民计划 苦难结束了 人们四处欢呼 广播纪元七年 A在澳大利亚没留多久 这些年 他把成心的公司打理得很好 成为了太空建筑业的巨头 那些三体人的人类治安军们 开始被清算 无数的治安军被判处死刑或监禁 四年后 人们在地球上 观测到了三体母星的毁灭 威胁了人类近三个世纪的三体世界 被彻底摧毁了 质子在广播纪元初消失了 偶尔也会作为三体世界的传声筒出现 为什么人类现在不去干掉质子 别忘了 水滴还在地球上呢 有一天 质子突然请罗吉和成心 去他家里喝茶 想和这两个老朋友叙叙旧 人们极其重视这次会谈 希望他们能带回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当所有人都知道 三体世界被毁灭后 质子曾代表全三体人在国际社会发表了一段简短的讲话 话语里没有谴责 没有怨恨 没有评价 只是简单通报了灾难的过程 三体文明 从此开始了新建文明 罗吉和成心进入了质子的家里 随后开始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茶道谈话 这场谈话一开始 成心就急于询问各种问题 质子给出的回答 大概就是 太阳系被摧毁是肯定的 但需要一段时间 可能有一两个世纪 当务之急就是赶紧跑 随后 质子希望不要再被提问 他说 我请二位是来喝茶道别的 此时 一直沉默的罗吉开口说 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 质子 请罗吉稍等一下 沉思过后 对罗吉说道 可以 这是出于我们三体人对罗吉您的尊重 但我只能回答您 是 不是 我不知道 然后 我便不会再回答二位任何问题了 罗吉丝毫没有犹豫 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在宇宙中存不存在一种安全声明 可以避免黑暗森林打击 整个屋子寂静了很久 质子终于开口了 他说 有 茶道谈话 结束了 所有人都在思考如何发布安全声明 宗教 总是在人们消极的时代中兴旺 地球逐渐成为了一座大教堂 一颗祈祷之星 由于三体人知道如何发布安全声明 三体成为了人们心中的神 质子成为了被祈祷的对象 质子的家门口 每日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此祈祷 但质子 每次也只是向众人微微鞠躬 然后悄然退去 质子 要离开的那天到了 他会离开这个美丽的躯壳 飞往三体舰队 他最后一次会见了罗吉和成心 这次三个人没说什么话 因为他们都知道 该说的都说完了 质子打破了寂静 他说 我要走了 请二位多多保重 宇宙很大 生活更大 也许 以后还有缘再见 还有 成心 云天明要见你 死神永生的上半部分 就到这里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 三体文明比地球文明强大太多了 人类在三体人眼里就是虫子 三体人面对虫子的威胁 表现出来的不是憋屈 不是不情愿 而是非常真诚 但又不停地寻找打破这种平衡的可能 这招用得好厉害 差点就把人类搞定了 看来不懂计谋的三体人 跟人类打交道的这三百多年里 跟着学会了不少印招 两个文明的平衡 就握在执剑人的手里 一个合格的执剑人 才能保持这种平衡 可惜 想用爱拯救世界的成心 不是这个人 在三体的母星被摧毁后 三体人 面对自己的宿敌 表现出了得体 礼貌与成熟 没有丝毫怨恨 也没有谈论是非 仅用平淡的茶会 结束了三百多年的对决 三体死神永生 下 质子对成心说 云天明要见你 这句话从何说起 原来 当初三体人 一直关注着阶梯计划 当第一批三体舰队 因为逻辑的威胁 被迫离开太阳系后 他们决定去找 装有云天明大脑的探测器 作为纪念品 从云天明能见成心来看 云天明在三体飞船 混得还不错 三体人严正声明 这只是云天明和成心 两个人之间的事 双方不能提及三体文明 会面不得有第三方在场 也不能以任何形式记录 为了保证隔离性 这次会面设立在太空中 成心乘坐飞船 飞到指定地点后 质子将建立远程的 实时视频通讯 如果三体人发现 谈话中涉及 不允许提及的内容 那么成心的飞行器将会爆炸 通讯开始了 成心看到了云天明 他的身体被三体人复原了 云天明看起来很健康 很年轻 云天明告诉成心 他在三体飞船上 平时除了种地消遣 就是给三体人的孩子们讲故事 这里顺带一提 由于三体文明文化的匮乏 所以三体人特别喜欢 听云天明讲故事 云天明还在那出了书 成为了三体世界 知名的文学家 由于三体人 一直监视着这场谈话 云天明在跟成心 聊了很多家常话后 便给他讲了三个 他在飞船上 经常给三体人讲的故事 谈话便结束了 在最后的一分钟 成心对云天明 提出了约会邀请 他说 宇宙很大 生活更大 我们还会相见的 如果有机会 就在你送给我的 那颗星星上见面吧 云天明在最后一刻回答道 好 在我们的星星 通讯结束 当成心返航后 被立马带进了一个小房间 这个房间是质子盲区 虽然三体人已经明确表示 质子会全部撤离地球 但为了保险起见 为了云天明的安全 需要在这里记录下谈话的内容 成心在反程中 心里不断背着云天明 讲给他的三个故事 因为他知道 这三个故事 就是拯救地球的关键 通过长时间的解读 人们终于发现了 隐藏在这三个故事中的秘密 一 光速飞船的发展方向 应使用空间曲率驱动器 这种驱动器是通过影响空间 利用空间的曲率 把飞船拉至光速 打个比方 就像在小纸船的船尾 装一块小香皂 船会自动向前 这是因为肥皂改变了水的张力 但船前方水面的张力不变 从而把船拉了过去 二 用一层低光速带包裹住太阳系 这就是全宇宙通用的安全声明 这个被包裹的区域 被称之为黑域 在这个黑域里 没有飞船可以飞出去 黑域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 在这里人们可以获得安全 但会失去自由 三 最后一个秘密 暂且不表 因为直到最后 有人才发现了它 三体人彻底离开了太阳系 不久后 人们为了避免被光粒打击的灾难 开始了掩体工程 什么是掩体工程呢 以木星 土星 天王星和海王星 四大巨星行星为掩体 在它们的背阳面建造太空城 为什么人们不造光速飞船准备跑路呢 一方面 光速飞船会在太空中留下印记 很容易被高级文明观测到 另一方面 在这个时代 人权意识极强 因为只有少部分人能离开 大部分人要留下 所以 制造光速飞船 成为了严重违法的行为 但承欣和AA知道 建造光速飞船 才是人类的出路 有一天 韦德找到了承欣 对他说 造光速飞船 是一条正确的路 但也没有力量造出来 把你用的一切资源给我 让我来 韦德随后的一句话 让承欣同意了 他冷静地对承欣说 不要犯第二次错 思索两久后 承欣答应了韦德 但他有个条件 他说 当你做的事 会危害人类的生命时 我可以收回你的权利 韦德答应了 承欣和AA进入了冬眠 等待成果 接下来 承欣的公司 全权由韦德负责 掩体纪元 11年 沉睡了62年的承欣 被唤醒 由于多次冬眠 承欣现在的实际年龄是33岁 在这个平均寿命150岁的年代里 他还是个少女 在这个纪元 形成了四个太空城群落 分别分布在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的备阳面 地球成为了太阳系联邦中的一个普通城邦 现在地球上人烟稀少 只有500万不怕死的人生活在那里 每个人在那生活得像国王一样 大自然重新占领了地球 很多人不愿留在地球 是因为 如果太阳系遭受光丽打击 那么地球上的人将无一幸免 承欣被带到了一座叫新环城的太空城 他在这见到了100多岁的韦德 韦德一直在研发光速飞船 现在已经小有成果 但就在关键时刻 由于联邦政府的反复阻挠 韦德与他们撕破了脸 韦德现在被政府军包围 但以韦德现在的实力 他可以拼死一搏 斗个鱼死网破 但他对承欣有承诺 政府唤醒承欣的原因 就是希望他可以劝韦德放下武器 经过韦德60年的努力 曲率驱动器已经研制的差不多了 是否能够继续 就看承欣的一句话 承欣现在想 如果战斗开始 成千上万人会死于非命 善良的承欣对韦德说 你的诺言还有效吗 韦德点来点头 承欣说道 好 立刻停止一切 韦德近乎恳求地说道 再考虑一下吧 承欣坚定地说 不需要考虑 韦德无助地说道 失去人性 失去很多 失去兽性 失去一切 诚心果断地回答道 我选择人性 现场寂静 韦德让众人放下了武器 准备投降 韦德心中勇往直前的火焰 熄灭了 他微笑着对承欣说 小女孩 你看 我遵守了诺言 不久后 被捕的韦德被处以死刑 承欣想到未来 去看太阳系被打击后的事件 便再次进入了东面 掩体纪元 67年 此时 一艘外星飞船 发现了太阳系 这艘飞船 主要的任务就是 藏好自己 并清理他们发现的 低级文明 其中有一个被称为 歌者的底层工作人员 向领导申请了一片 叫二相波的武器 漫不经心地 将它扔往了太阳系 在太空城内 诚信和AA都被唤醒了 黑暗森林打击 终于降临了 没有人向掩体逃跑 因为太阳系 并没有遭到光闭的打击 而是收到了一片小纸条 人们通过引力波 找到了这张 没有厚度 只有一张信用卡大小的 白色小纸条 过了一段时间 这张小纸条 突然越来越大 所有接触它的物体 都遭到了降维打击 从三维降到了二维 成立一张画 在二相波周围的飞船 准备逃离 但他们发现 只有光速 才能逃离二相波的引力 以这张纸条变大的速度 8到10天后 整个太阳系 将变成一张 没有厚度的画 这就是云天明 在故事里 最后隐藏的秘密 降维打击 人类多年来 但惊疾丽的 在太阳系布置掩体城市 但人类知道掩体 难道那些 拥有更高级文明的外星人 就不知道吗 弱小和无知 不是生存的障碍 傲慢才是 成心和A 在冥王星上的太空博物馆里 找到了快200岁的罗吉 三人寒暄了一阵后 开始将一些名画 运到了飞船上 他们不希望这些画 同博物馆一同二维画 因为那样 未来到访的外星人 可能就解读不了 人类曾经的文化瑰宝了 罗吉自己留下了一幅画 这幅画就是蒙娜丽莎 她年轻时 在这幅画面前 与艺人陷入爱河 罗吉催促他们尽快上飞船 把画运到外面 她自己决定留在这个博物馆里 和蒙娜丽莎 一起看着太阳戏被二维画 其实成心他们乘坐的这艘飞船 大有来历 这艘飞船名叫 新环号 不仅使用了些跟水滴一样坚固的材料 还装备了完整的生态系统和常规引擎 此外 还拥有曲率驱动引擎 可进行光速航行 这艘飞船是太阳系唯一的一艘光速飞船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罗吉通过远程视频通讯 告诉了一只蒙在鼓里的成心和AA 原来 韦德死后 残余的力量并没有放弃 曾经面壁者雷迪亚兹 在水星上做爆炸实验 把水星炸了个大坑 为了隐蔽 韦德的余党就把基地设立在了这里 他们对外表示在研究太阳活动 后来联邦政府介入 并一起悄悄地研究光速飞船 新环上安装了引擎 就是第一代实验品 只有少数年迈的元老知道这件事 其中就包括罗吉 诚心想回去接罗吉 但飞船不听诚心的 因为罗吉拥有这艘飞船的最高指挥权 罗吉笑了笑说 我这样岁数的人不适合远航 孩子们 不要为我操心了 我什么都没有失去 罗吉命令新环号进入光速航行 到太阳系以外 飞船开始启动 船后的空间开始积变 很多人乘坐着常规推动器的飞船 想逃出太阳系 但那是不可能的 当他们看到新环号后面的空间 正在积变时 这些人发现 这是一艘正在加速的光速飞船 于是 这些几乎疯狂的人 有的要去拦截 有的要去击毁 有的要去劫持 但新环号非常的坚固 这帮人想把飞船刮破一点皮都难 如果当初诚心没有阻止伟德 耽误了那宝贵的时间 光速飞船是可以批量生产的 但现在一切都晚了 诚心从罗吉的眼神中 读出了一句话 孩子 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呀 诚心现在明白了 什么掩体 什么安全生命 只有光速飞船才是活路 云天明指出了这条路 而诚心却把它堵死了 诚心到头来 还是犯了第二次错 诚心开始恨伟德 为什么履行承诺 在通话的最后一刻 罗吉说 我要进化里了 孩子们走好 飞船要进入光速了 诚心突然想到 自己还有个约会 诚心说 去我们的星星 于是 太阳系仅存的两个女人 飞往了云天明 送给诚心的星星 一段时间后 星环号到了这颗恒星 并在一颗蓝色的行星上降落了 在这颗蓝星上 有一个帅气的男人在迎接他们 这个人名叫关一帆 是万有引力号上的研究员 五年前才从冬眠中被唤醒 他收到了星环号的引力波信号 所以留在这等他们 从这个人的口中 二人得知 逃走的万有引力号和蓝色空间号上的人 成功创建了四个世界 并且还在扩张中 这颗蓝星上没有高等生命 像是原始的地球 他们三人在这待了一段时间 有一天 关一帆发现 临近的另一颗灰色行星上 有飞船的踪迹 关一帆要去前往查看 成心要跟着 因为他想 这可能和云天明有关 A留在蓝星等着他们回来 二人乘坐关一帆的亨毕号 前往灰星 在飞船上 关一帆告诉成心 宇宙中最可怕的武器就是 宇宙规律 二相伯就是其中之一 二相伯在高等文明呢 很常用 它一旦展开 就会无限扩展 所以 总有一天 整个宇宙也会二维化 宇宙正在死去 一些大神级文明 他们已经在研究 如何将自己二维化后 能继续活在二维世界里 大概在一百多亿年前 宇宙起码有十维 经过不断的星际战争 宇宙才变成了现今的三维 有一批大神级文明 他们在努力使宇宙重启 航行了几天 飞船抵达了灰星 在那里 他们没有找到云天明 而是看见了高等外星文明 留下的死线 死线极其的黑 任何东西进去都出不来 连光也一样 死线随时会破裂 破裂后的死线 会形成低光速带 成为黑域 在这片区域里 光会变得非常慢 关一帆看到这一场景 连忙带着成心飞回蓝星 在返回的过程中 亨利号收到了AA的通讯 AA激动地告诉成心 云天明来了 现在就在蓝星 我去找他过来和你说话 为了保证通讯安全 不被周围的外星人发现 关一帆说 不用了 我们马上就回去 随即关掉了通讯 正当成心他们 要回到蓝星时 突然死线破裂 他俩进入了时间真空 16天后 成心和关一帆 才脱离了黑域 回到了蓝星 在时间真空里 虽然只过了16天 但此时蓝星上 已经过了1890万年 成心很难过 因为他永远错过了云天明 二人用探测器发现了刻在石头上 巨大无比的几个字 上面写着 我们度过了幸福的一生 我们送给你们一个小宇宙 在里面躲过坍缩 去新的世界 他们发现了这个小礼物 这是一个由微量细线画出来的门 两人牵着手 一同进入了这扇门 这里是一个一立方千米的循环空间 如果你从头跑到尾 你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起点 在这个空间里 有一片美丽的田园 生活用品一应俱全 这片小天地 就是云天明送给成心的第二件礼物 一个小宇宙 成心在这里看见了老朋友质子 他用的躯窍 还是跟地球上的外星一样 质子是这里的管家 质子对成心说 宇宙很大 生活更大 我们真的又相会了 质子告诉他们 这里是云天明送给二位的礼物 在这时间会过得非常慢 只需在这待上十年 外面的宇宙就会重启 成心和观一帆 在这开始了甜蜜的生活 质子成为了他俩的老师 教他们三体世界的知识 生活了许久后 他们收到了一个大神级文明 向全宇宙广播的信号 这个信号包含了百万种语言 都是大神级文明 认为值得被通知的外星文明 在这信息中 他们发现了人类和三体人的语言 内容大致如下 请把你们制造的小宇宙 归还到大宇宙中 大宇宙因为你们偷走的质量 将会在膨胀中死去 归还小宇宙 意味着 在里面的居住者要回到大宇宙中 成心和观一帆 决定归还小宇宙 返回大宇宙中 质子开始负责归还小宇宙 在这个小宇宙的地下 藏有一艘小型飞船 这艘飞船浓缩了 三体世界最先进的技术 成心没有把这个小宇宙全部归还 他在这留下了五公斤 留下了一个生态球 里面养着小鱼 他希望这个空间里 还能有生命存在 质子对两位朋友说道 放心 我在 你们就在 随后飞船启动 飞向了未知的大宇宙 三体系列的整个故事 就到此结束了 成心这一辈子 都在攀登一道责任的阶梯 小时候的他 责任是好好学习 不让爸妈失望 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长大后 他要为工作负责 为解体计划负责 后来 云天明送给他的一颗星星 促使他成为了执剑人 这时的他 要为全人类负责 后来他的责任 变得复杂起来 本来 他想给人类 插上光速飞行的翅膀 却不得不制止 最后 他要为整个宇宙负责 归还属于自己的小宇宙 人类 在面对即将到来的 黑暗森林打击时 由于受到道德枷锁的限制 做出了很多决策失误 导致太阳系不复存在 只有成型与AA 从太阳系逃出 三体系列的整个故事 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 在浩瀚的宇宙中 永恒的 只有死神 好 如果各位开始对 三体这套书感兴趣了 推荐大家去看看原著 毕竟视频的时间有限 很多精彩的剧情 没办法详细交代 我非常喜欢三体这个故事 这几期节目做了很久 感谢各位的捧场 不足的地方 还望大家多多指出 后面我会继续努力 给大家带来更多 精彩有趣的故事 谢谢你们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下个故事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